所以奥古斯丁很清楚地看到罪怎样在我们的生活生命的当中 所以他说最后我们回到天家的时候 我们就有真自由 那我们就不再犯罪了 所以因为我们的心灵会被上帝的良善所充满 所以因此罪是我们难以想象的 所以我们不会再犯罪 所以这是最后将来在那一个天上的必然的结果 那当然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荣耀的身体 那今天我们虽然得救了 我们的身体还是一个犯罪的身体 所以肉体的情欲总是会叫我们软弱 但是将来荣耀的身体呢 就使到我们不但在意志方面 在身体方面我们都能够得胜 所以其实这也就是上帝的心意 神透过了这样的艰难 就把一批的人带到天上 我们就被称为新兴人类 这是以福所书讲到的 这个新兴人类的 他们是经过了罪的这个世界 受到了考验蒙救赎不得洁净 最后回到天上从此不再犯罪的 能够跟神永远的交往 能够真正分享上帝一切的荣耀的 所以我们实在感谢主让我们能够有这个伟大的盼望 我们将来会尽到上帝为我们预备那永远的加盐 当奥古斯丁在思考讨论的时候 就是跟布拉吉乌的这个争辩的过程当中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怎么决定在归信基督教的那一刻接受恩典 把这个问题更简化的就是我们怎样子的接受主 到底我们接受主是自己的意志吗 自由意志吗 还是我们接受主的时候 我们怎样子的那一刻是怎么样子的发生的 所以奥古斯丁是这样认为 只能凭借恩典自身的力量 所以他说其实是恩典的力量临到我们 因为在归信基督教之前 我们并不拥有不犯罪的自由 因此我们不拥有决定接受恩典的自由 所以他说我们既然没有不犯罪的自由 我们也没有接受恩典的这个自由 所以是恩典自身的能力怎么样临到我们 所以他认为归信基督教的主动权掌握在上帝手中 人并不会主动的归信基督教的信仰 也就是说如果不是主动的话 主感动我们 主开我们心灵的眼睛的话 凭着我们自由的意志 我们是不会做出选择上帝的 因为我们是个堕落的 恩典是不可抗拒的 上帝就将恩典赐给已经被议定获得恩典的人 所以今天我们常常说我是蒙恩的人 我们今日成了何等样的人是蒙上帝的恩才成的 当然布拉丘跟奥古斯丁不同 他说世界上的每个人都完全有犯罪跟不犯罪的自由 我要犯罪也可以我不犯罪也可以 布拉丘说 并不存在原罪跟迫使我们犯罪的堕落本性 他说没有这个本性的 这个不是我们的本性 我们的本性是可以犯罪可以不犯罪的 原罪是不存在的 所以他说孩子没有罪 除非他们触及自己的自由意志决定去犯罪 这是布拉丘的看法 所以这样的征战就持续了很多年 当然后来布拉丘主义就被否定了 经过了很多的研讨就被否定了 主要原因是布拉丘主义没有考虑到罪 对人类意志的可怕束缚 他太轻看罪了 他认为我们要胜过罪就可以胜过罪 也没有考虑到罪的共有性 这甚至显明在还没有机会独立犯罪的婴儿的身上 就好像小孩子 小孩子谁有叫孩子撒谎的 没有孩子天生会撒谎 没有妈妈告诉孩子 来我教你怎么撒谎 没有 所有的妈妈讲都叫孩子的不要撒谎 不要撒谎 但是孩子本来就是什么 他天生就会撒谎 其实孩子的罪性里面 他很早就会控制父母了 所以特别你是一个年轻的父母 你会经历到你的孩子在控制你 但很多父母不知道就被控制了 因为孩子哭的时候你就来 所以他哭得大声你来得更快 所以他懂得他有他的招数 特别知道你知道孩子 我们记得孩子小的时候 如果他不高兴他就会吐 他一吐你就怕 他以后就专门靠吐 来使得你害怕 后来有一天你发现了 原来他在玩游戏 在操控你 所以以后他在吐的时候 你不理他 他就不再吐了 所以就从此就好了 他很聪明的孩子 那我们说这些背后的那一种博弈 那一种心思 从哪里来的 其实人是有罪心的 所以因此我们就明白他 布拉丘在这方面就看得不够深 他没有看到罪的那个严重性 当然奥古斯经的观点 在当时候也没有被普遍接受 他很多的观点被指责为创新 所以因此我们就知道这么多年来的争辩 我们现在才比较开始的 能够明白恩典 一切都是恩典 人实在没有选择信靠上帝的能力 而是上帝把这个能力给了我们 所以西波的主教在任期内 奥古斯丁从来没有停止教导过上帝的话 就算是他跟布拉丘这位英国的异端鼓吹者 关于救恩教育的论战最激烈的时候 他仍然在用圣经上的话来教导自己的百姓 所以在公元430年7世之前 他一直借着神话语的光照 看清生活中各样世界的本质 所以我们就知道上帝的话是何等的宝贵 你明白神的话 你就明白很多世人没有办法看清楚的问题 直到今天他的思想仍然是当代的神学家带来启迪 他是一个将真理跟爱完全记忆一生的完美的典范 这两个都需要 真理一定要有爱 爱一定要有真理 真理没有爱 真理就变成残酷 爱没有真理 爱就会偏差 但是爱跟真理才是真正的完美 神是真理 神也是爱 所以奥古斯丁呢 他在罗马帝国西部的教会 就西罗马的教会 最后一位伟大的领袖 在他去世的时候 旺达尔人 这些野蛮人就在西波城门之外 他们意识着一个新的时代 意思是说 西罗马快要灭亡了 东罗马会依然存在 西罗马快要灭亡 因为那些蛮族要冲进来了 所以奥古斯丁算是在那个时候的最后的一个神学家 奥古斯丁的工作在某种程度上讲 是一个正在消失的时代的最后的一丝的亮光 而且我们也看到他的工作呢 没有被人们遗忘在破碎的文明废墟中 没有因为罗马帝国后来灭亡了后 他的影响就消灭 没有 恰恰相反 通过他自己的著作 他成了新时代的导师 可以说整个中世纪 奥古斯丁是被引用最多的神学家 因此而成为罗马天主教的伟大的圣师之一 就是伟大的圣人之一 到了16世纪 他也是新教伟大的改教家门 最喜爱的神学家 所以奥古斯丁成为整个西方的教会 无论是新教 就是我们知道改革中的信仰 还是罗马天主教中 都最具有影响力的神学家 所以他可以算是整个时代的成先启后的 包括到今天 我们还在受到他的思想的影响跟好处 所以我们知道他是一个天才 神兴起他来解决很多神学上的思辨的问题 所以这些都是我们对奥古斯丁的一些 简单的认识 好了 我们在这个时候 我们也继续要谈下去的就是 基督教在罗马帝国之外的传扬 所以当时候不单单是罗马帝国有基督教的信仰 基督徒也开始把福音传到外面 所以在罗马帝国发展壮大的同时 也在罗马帝国统治以外的地域怎么样 深深的扎格 就是传福音 所以早期基督教的传播 当然就从罗马的这个地方开始 然后从这边慢慢地散播出去 慢慢地扩大 北方的日尔曼野蛮人 在罗马的周边都是这些日尔曼所谓的野蛮人 基督教在他们入侵罗马帝国之前 很久以前就已经传到他们当中 他们站稳的脚跟 也就是说福音其实不只是在罗马 也传给他们旁边的这些异族 这些野蛮人 而这些野蛮人正想有办法侵入了罗马帝国 所以基督教向东方的扩张 就包括了罗马帝国的东边 还有东方 叙利亚语是当时候的贸易跟国际交流中 最普遍使用的语言 他也为基督教的扩张提供了一条渠道 就是他们可以用叙利亚语 叙利亚语跟亚兰语是同源 所以亚兰语是巴勒斯坦的犹太人 和陕基东方的犹太人所使用的语言 亚兰语是耶稣讲的语言 如果你看那部基督受苦记的 The Passion of Christ 他们讲的那种语言 其实就是当时候的亚兰语 其实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阿拉伯语 他们就讲那种语言 耶稣降生之前的年代 多数的犹太人已经不再说希伯来话 很多的犹太人甚至听不懂 在犹太会堂中诵读的经文 他们看不懂什么 看不懂希伯来文 其实这个不难理解的 就好像今天我们的孩子看不懂中文 虽然他们是华人 他们看不懂华文 他们犹太人看不懂希伯来文 为什么 习惯用希腊语 就像我们的孩子习惯于什么 英语 所以这些在当时候有这种情况 所以犹太人就开始将圣经翻译成亚兰文 最初是口头上的 后来是文字的 这个亚兰文的旧约圣经译本 就叫Takum 如果你说读解经书知道Takum 你就知道是亚兰文 它是旧约圣经 旧约圣经原本是希伯来文 它翻译成亚兰文 所以基督教开始崛起的时候 Takum为早期说亚兰语的基督徒 提供了一部现成的旧约圣经 就像希伯来文圣经的七十四译本 为说希腊语的基督徒提供了希腊文圣经 所以你知道旧约的希伯来圣经翻译成亚兰文 翻译成希腊文 翻译成希腊文的叫做七十四译本 翻译成亚兰文的就叫做Takum 所以你了解 当然希伯来文圣人本身的旧约圣经 有些犹太的拉比会读 但当时很多人不会读 很早的时候基督教就沿着叙利亚的贸易 跟文化的路线就向东方传开 以罗马为中心的东方 也就是今天的土耳其 伊朗这些地方 那基督教现在爱德撒 爱德撒是今天的土耳其的东边 起得了早期基督教最显著的成功 就是在那个时候呢 这个我们在讲的是三四百年的事情 逐后三百到四百年的事情 爱德撒就成为什么基督教的城市 当时候的国王阿伯加鲁斯九世 爱德撒远远早于罗马帝国接受基督教 比罗马帝国接受基督教更早 可能是最早信基督教的国家 那福音怎么传到那边 说实在我们也不清楚 可能从耶路撒冷回去的这些人 有些人就到了土耳其 把福音带到他们当中 这个是很早的 你看179年 179年到216年的 一两百年期间 福音已经传开 所以爱德撒就成为 在教会历史上被称为 第一个信基督教的国家 那么为什么他们会信呢 所以因此他就有个传说了 这个传说爱德撒在很久以前 耶稣在世的时候就归信了基督教 他说当时候的国王叫做阿伯加鲁斯五世 他患了麻风病 他就写信给耶稣 请求耶稣来为他治病 他的传说耶稣在的时候 他写信给耶稣 他怎么知道耶稣住哪里 这个问题 他怎么知道耶稣的电邮地址 我们不知道 他说耶稣没有亲自来 但是他派了他的门徒达太 给阿伯加鲁斯五世送来了一封书信 耶稣还写了一封信给他 阿伯加鲁斯五世的麻风病就这样治好了 他信奉了基督教 还历欠他们的臣民 也信奉基督教 所以到了公元第四世纪 这个传说就更加流传 因为凯撒利亚的 优西比乌这个历史家 也提过这个传说 还引用过一些有争论的书信等等 所以你可以想象 他们说耶稣写信给这个王 这个王的病就好了 想想看 耶稣写的那封信值不值钱 你注意哦 当然很值钱 所以传说中耶稣所写的书信 就翻译成希腊文 拉丁文 阿拉伯文 科普特文 和斯拉夫文 为什么 因为罪人的心思都是一样的 这封信就变成护身符 全世界都把他 当时就把这封信当作护身符了 所以人们在疾病蔓延的时候 随身带着他或者带着他奔铺战场 作为能救他们 免于伤病的护身符 所以你不要说基督教的信仰 会隔绝迷信 如果你不好好读圣经 你会迷信 特别义教进来的时候 所以你会把圣经 所以你在义教的世界 可能画一个符 烧了 放在水里面 就喝了 治病了 那你可能就把圣经 撕了 烧了 放在里面 喝了 也治病了 迷信很容易进来的 我们真的要信靠上帝 不要信靠任何看得见的东西 然后把它当作圣物 我们读宗教 读教会历史 也会看到圣物的崇拜很严重 我们不要把任何东西当作圣物 在你跟神之间 耶稣基督是唯一的宗宝 不是任何的东西 因此在当时候 人家就把这封信当作 互宣服 所以你看这只是一个传说 但人家就把它当真的 所以这个爱德撒 就是在土耳其的这边 它的旁边就叫做亚美尼亚 那么爱德撒之后 最早信奉基督教的国家 就是亚美尼亚 阿美尼亚 也是在土耳其的这一带 那么当然再从这个地方再传 就是就在这一带传 再传下去的就是Georgia 听过 基督教就从亚美尼亚 扩展到高加塑 河畔的各鲁齐亚王国 Kingdom of Georgia 所以就传下去 所以你看这个图 这就是阿塞拜疆 这些都是 这是俄罗斯 那么这是土耳其 阿美尼亚就在它的旁边 那么上面这就是格鲁齐亚 今天还是叫格鲁齐亚 Georgia 你可以到那边去旅行 风景是很美的 在俄罗斯的这一带 土耳其上去的这个地方 所以历史学家叫做菲纳斯 他说格鲁齐亚王后的一个女奴 为她的祷告带来一系列医治的神迹 这令格鲁齐亚王国就成为基督教的国家 所以他们有这样的事件 我们也想起 亚兰王的元帅乃曼 他也是有一个女仆告诉他 到以色列去把那个先知可以医好你的病 所以这些很多的时候 一些的福音就通过一些很卑微的人 就带到许许多多的地方去 所以Roger是当时也很多信主了 还有埃塞尔比亚 这个是在比较北非的地方 他们是从埃及过去的 所以福音是从埃及传过 因此始终跟埃及的教会保持和紧密的联系 这是埃塞尔比亚 基督教很早的时候也传到了 美索、布达米亚和波斯 可能是说叙利亚的商人 和其他旅行者将基督教传到那个地方 那么还有基督教在公元大概200年的时候 就传到阿拉伯半岛 亚历山大的基督徒 在北非的非洲的基督徒 跟阿拉伯的半岛的基督徒有过接触 亚历山大的基督徒 主教跟其他旅行者也到过阿拉伯半岛 所以你看周边就开始福音传开了 那传统也说到使徒多玛在印度建立教会 多玛是Thomas 你会注意到印度人很多叫Thomas 特别是印度的基督徒很多是Thomas 多玛 因为福音是到那个地方 如果你有机会去印度 印度很多礼拜 他也叫做什么 St. Thomas Church 多玛堂 但是世界上很难确定什么时候 不过因为主要一个原因是 古代文献中 阿拉伯半岛也被称为印度 所以有时候你会有混响 但是一些文献很清楚地表明 到了五世纪的时候 第五百年的时候 基督教已经在印度牢固地建立起来 所以福音很早很早到了印度 当然从罗马欧洲一带 还有一个就是爱尔兰 这是英国 这是爱尔兰 基督教在罗马帝国之外 最显著的扩张发生在爱尔兰 在罗马帝国灭亡之前 基督教已经在爱尔兰站稳了脚跟 基督教在爱尔兰怎么传播 可能通过各种旗道实现的 但通常归功于圣伯特里克 圣伯特里克 所以你知道新加坡有间中学 叫圣伯特里克中学 就是这个圣伯特里克 他是一个蛮族 他是一个蛮族 但是后来把自己献给上帝 做宣教的工作 他就到爱尔兰去传道 就爱尔兰很多人信主 所以这是他爱尔兰的使徒 他被参为爱尔兰的使徒 向爱尔兰人来宣教 所以主后432年 神兴起爱尔兰使徒 Saint Patrick到罗马帝国之外的 爱尔兰宣教 30年内 使大多数爱尔兰人信主 当时候修道院很快就建立起来 当时的修道院主要是 学习古代的知识 成为修道院主要关注的事情之一 所以他们不是单单修道 而且成为一个学习 有知识的地方 我们等一下会稍微谈到 席卷欧洲的蛮族 入侵狂朝 跟爱尔兰擦肩而过 也就是说他们没有跑到那边去 可能因为海岛的隔绝 所以蛮族进来 只进到罗马帝国 没有进到爱尔兰 所以没有什么破坏 因此爱尔兰的修道院 成为古罗马帝国 各领地重获在蛮族入侵中 被毁掉的许多古代知识 跟文献的一个主要的来源 所以很多的知识后来 从这些爱尔兰的修道院得到 这些修道院 也成为之后两百年 西方教会向欧洲宣教的主要基地 所以当西罗马帝国灭亡的时候 福音已经传到 从东已经到了印度 从南已经到爱塞尔比亚 从北已经到爱尔兰 都有基督徒 所以福音可以基本上传到各个地方 那我们就了解 罗马在最兴盛的时候 就是刚开始的时候叫做罗马帝国 现在我们要谈谈罗马的一些历史 也其实就是欧洲早期的历史 今天的欧洲就是当时怎么形成的 那罗马最兴盛的时候 就是一个统一的罗马帝国 那么罗马帝国当时候是非常辉煌的 它整个的世界非常辉煌 到了公元286年 有一个皇帝叫戴克里仙 他把罗马一分为二 因为他发现太大 不可能管 所以他设立了 我们记得吗 他设立了凯撒跟奥古斯都这样的名称 分别管东罗马 所以西部的帝国以罗马为首都 称为西罗马帝国 东部的帝国被称为东罗马帝国 以后被称为拜占庭帝国 等一下我们会再 以后会再谈到 组后333年 罗马帝国的政治中心就东向东移了 也就是向东移 使西方罗马主教的世俗 跟属灵事物上影响力逐渐增加 帝国的政治向着军事坦丁保一气 但是罗马的主教就不用去搞政治了 他有很多时间做其他事情 所以他反而在属灵的影响力增加 而军事坦丁他内战恢复统一之后 他在东方建立一个新都 称为军事坦丁保 所以罗马帝国政治中心就开始转东移了 有时候被称为第二个罗马 所以意大利有个罗马 还有军事坦丁保在今天的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 后来回教就把他改名叫伊斯坦布 他本来是Constantinpool 他们不要用基督教五关系的名字 他们就自己用伊斯坦布 所以这是你可以了解的 所以你现在去伊斯坦布就知道 然后原来他以前叫做什么 金士坦丁保 主后380年 罗马帝国就颁布贴撒罗尼加次令 宣布三位一体的教会是正统的 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 所以金士坦丁只是基督教合法化 他没有把它变成国教 是380年的时候才正式成为国教 基督教成为国教之后 并不是很好的现象 因为信仰就开始参入许多不合圣经的内容 这个我们以后会谈到 一样一样的东西会进到教会里面 一种又一种的迷信 到时候你会很惊讶 每一样东西进到教会 到今天禅除了之后 还是有一些东西留在教会里面 所以公元395年 第二多西一世将帝国分成两个 所以这个到了第三百九十年 这个第二多西更肯定的 把国家分成两个 就是基罗马帝国跟东罗马帝国 这条线 从这边叫做西罗马 西罗马就是今天的意大利 这就是罗马 所以这个是当时候整个罗马的世界 东罗马就是从这里过去 一直到土耳其 以色列这些地方 他们就在这个地方 金士坦丁堡 就是今天的伊斯坦丁堡 这些地方 东罗马帝国呢 在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 东罗马帝国还生存一千年 这是我们以后会看到的一些历史 所以当时候东罗马帝国 金士坦丁堡就在那里建新的首都 他们政治中心就转移了 这是东罗马帝国首都金士坦丁堡 辉煌时代的一个图 让你看见当时候罗马怎样 在这个地方建造 所以有一些的建筑今天还在的 如果你到土耳其去看的时候 很多礼拜堂建筑都还在的 就是给你看见历史的遗迹是存在的 所以基督教成为国教之后 教区的划分跟帝国的行政区 亦是相同的 所以有主要的城市 主教在不同的主要城市 有主教负责监督这个教区 这是五个最主要的 你读教会历史一定要懂这五个 罗马 金士坦丁堡 耶路撒冷 安提亚跟亚利桑大 所以记得这五个 所以罗马 金士坦丁堡 我们很熟悉的 耶路撒冷我们知道 亚利桑大是在这个埃及的这边 还有一个就是安提阿 就在这个地方 就是安提阿也其实也在今天的土耳其境内 不过是从以色列再上去叙利亚 然后再上去的安提阿 所以这五个城市 当时有五个大的主教就监管着整个教会 所以我们就知道国教化 所以主教就渐渐地地位也提升了 所以国教化就使教会依附在政权上面 是跟政治妥协跟联合 就开启了宗教避害之门 现在以前教会是说避害的 现在教会避害了 你可以看到权力使到什么 使到人腐败 以前宗教是被打压了 现在反而是宗教去打压了 所以主后376年的时候 匈奴人就从中亚侵入欧洲 热曼人中的哥特族被匈奴人欺赶了 就向西叶国多纳河侵入罗马帝国 这只要告诉你那段历史 周边的这些匈奴 他们就慢慢地 他们就过了这个多纳河 然后他们要来到这个罗马 那么当时候378年 西格德人在雅德两宝 见面了东罗马大经 瓦伦斯皇帝正往提亚多修 最后才阻止蛮族的攻势 所以就告诉你 其实国家有很多的危险 这就是为什么当时候说 为什么会有这些人要来侵犯我们 就是因为我们没有拜我们祖先的神 所以这是奥古斯丁说 不是,没有关系 才写了上帝的诊 跟他们解释这样的情况 所以你可以看到当时候 这些蛮族要进来 这些皇帝要设法拦阻他们 主后382年 罗马教会就请了圣经学者耶罗米 把旧业跟新业翻译成拉丁文 主后405年 他完成了五家大译本 拉丁文的译本 我们谈过了耶罗米 耶罗米的形象是什么样的 如果你去国家画廊 如果你去欧洲看到画 你怎么知道他是画耶罗米 你见过耶罗米吗 没见过 你怎么知道他是耶罗米 记得 所有的艺术 凡是表达耶罗米的 耶罗米一定拿着一个骨头 我解释过了为什么 因为这个骨头提醒他 有一天他会变成这个样子 所以这个骨头也提醒他 我以前是你这个样子的 挺帅的 但是以后就是这个样子 他提醒我们 人必须有什么 有周末 有周末的意识 人有一天会结束的意识 这就是耶罗米 他最大的贡献就是翻译 我说过了 不要随便答应 他一答应用了一大半生的时间 翻译什么 翻译拉丁文的圣经 五家大义本 这是耶罗米 主后384年 西班牙的阿维勒主教 被判为异端 然后斩首 死后却得以平反 这是教会首次公开避害信徒 我刚才解释了 以前信徒是教会受避害的 现在教会避害信徒 之后教会对信徒异端 跟对异教徒的逼迫 不结疑 就是说不断的有逼迫的事情 这就是真理跟爱的问题了 有真理没有爱会杀人的 所以这是要很注意的 所以教会在当时候 也堕入了这一种迫害信徒 所以主要他们也 当然他们也根据了奥古斯丁 根据路教福音14.23 勉强人进来 所以极力赞成逼迫的行为 助长了中世纪跟改教时期的宗教 避害 当然这是误解圣经 去解圣经 当然也去解了奥古斯丁 耶稣讲过一个比喻 记得吗 有些人请他们来 有些人请的不来 所以主人说你去外面 把那些什么 勉强他们进来 你要理解那个勉强 所以我也讲过一篇 叫做勉强人进来 那是主要的就是讲到 什么时候你要勉强 但是他们误解了 这个勉强就是迫害 但圣经从来不是在讲迫害 我们不可能勉强人信主 所以你传福音的责任是告诉他 耶稣爱他 上帝爱我们 你不能逼他相信 他自己什么 上帝的灵在他心中做工 但有时候人是有惰性 人是有什么 那些有惰性的时候 你得勉强他一下 推他一下 那么他可能就能够进到 上帝的殿里面来 这些都是那个勉强的意思 但是当然他们误解了 教会在罗马帝国的国教化 引起了波士帝国的差异 所以波士王再次逼迫波士教会 甚至引起两大帝国之间的关系紧张 所以波士跟罗马产生了张力 主后395年罗马帝国就分裂 以后西方教会在西罗马的教会 用拉丁文圣经 东方教会用希腊文的圣经 当然他们还没有完全真正分隔 东西方教会真正分隔是到1054年 以后我们会谈这个分隔 这个真正的分裂 不过现在开始他们各自自己的发展 西方教会用拉丁文 东方教会用希腊文 西方的罗马城 希腊文也是教义的用语 跟上流社会的语言 西罗马帝国逐渐的开始排斥 说希腊文的人 所以到了四世纪的时候 希腊文在帝国西部就逐渐逝世了 所以拉丁文就占了上风 组合395年 罗马帝国就正式分裂为 东罗马帝国西罗马帝国就各自为证 教会也因此分成 以金士坦丁教会为中心的 东方希腊语教会 还是以罗马为中心的 西方拉丁语的教会 所以双方各自以希腊文拉丁文 研究信仰问题 所以逐渐的忽略了双方的交流 所以就飘得越来越远 所以你今天 我们是比较沉吸西方教会的 这个信仰模式 东方教会也比较陌生 所以你知道 东方教会就是你常常听见的 东正教 你知道东正教在搞什么东西吗 它是比较神秘的 以后我们会谈到东正教 为什么叫东正教 所以希腊东正教 其实就是东方教会的发展 西方教会是比较逢波 所以我们就沿着西方教会的传统 所以东西罗马帝国就在文化上 逐渐的分裂了 我们提到罗马帝国的东北部 就是今天的东欧 有德国的地区 生活着大批的蛮人 他们当成他野蛮人 其中以日耳曼人为主 这些日耳曼人很会打仗 很会骑马 所以历史上对罗马共和国 跟罗马帝国构成严重的威胁 尤其罗马帝国进入了中期之后 面对蛮人的不断入侵 非常的头痛 所以罗马帝国 他反而请了一些服役 在罗马的军队中 有一些服役的日耳曼人 但是日耳曼人最终还是侵略了他们 所以他们就侵入了西罗马帝国 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张图告诉你 红色是蛮族入侵大致的方向 蓝色为波斯大致入侵的方向 所以蛮族就开始下来 要进入了这个罗马 所以就常常有两边的交战 最后罗马就怎样沦陷 罗马沦陷 就是西罗马就沦陷 以后整个西罗马就分成十个国家 所以这些蛮族相继 在罗马帝国灭亡后建立起比较大的十个王国 当然在整体上他还是常常会认为他们是罗马 这就变成十个国家 第一个国叫做东哥特王国 就是今天意大利的东北部 然后有法兰克王国 就是后来的法国 德国 意大利的前身 那该国在九世纪左右建立了查理曼帝国 我们也会谈到 这是法兰克 波根地王国就是今天的法国 罗纳河流域 还有西哥特王国就是西班牙 今天的西班牙 还有苏维王国就是葡萄牙 所以这些是这五个 还有第六 旺大尔王国就是北非兔尼士一带 伦巴蒂王国就是北意大利 安格伦萨森就是英国 还有黑卢来王国就是意大利本土 那么最后阿勒曼尼王国 就是今天的瑞士跟德国的什么东南部 所以今天你到过的这些国家 全身都是这些蛮族人 热曼人进来之后 他们重建的 所以你了解为什么 他是在罗马帝国的根基上建立的 所以当你记得 巴比伦万一部讲尼莎做的梦吗 那个梦就是 金头是巴比伦 银胸是希腊 肚子是波斯 然后两只脚就是罗马 东罗马西罗马 最后的十个脚趾头呢 就是在罗马版图建立的什么 国家 所以现在我们已经在脚趾头了 什么意思 就等着那个大石头飞过来 把它砸碎了 这个整个人类的历史就结束了 所以我们现在十个脚趾头了 所以十个脚趾头 这些都是圣经给你看见 历史进程的意愿 所以我们要所以了解 所以这些就是欧洲 在希罗马灭国 五十年后他们建立的东罗马帝国 所以东哥德西哥德旺达尔 布根地 伦巴 刚才提到了法兰克 安格伦萨生 让你了解整个的情况 所以这些都是 还有法兰克王国 他怎么发展一直扩大 在不同的年代 他一直扩大 就表示 蛮族慢慢的入侵 所以我们再了解一点 就是第一跟第二次大公会议 跟亚流派的分离 亚流派就像北方蛮族宣教 使西方教会在蛮族入侵时候 免遭命 所以你看 虽然入侵的是这些蛮族 不过他们有信仰的 他们是基督教的信仰 只是他是亚流派的 所以他们说亚流 因为亚流派影响他们 他们就进来的 他不至于变成一个异教的世界 所以他还是什么 还是基督教的国家 明白吗 打进来的都是什么 都是基督徒 所以这是当时候的情况 所以我们就看到 这个图是大概告诉你 当时候是这些怎么进来 从不同的地方 他们围攻整个的 这个地方 那么入侵罗马帝国以前 西哥德 东哥德 布根地 部分的旺达尔人 都已接受亚流派的基督信仰 法兰克 撒克圣人 这还是异教徒 所以这是入侵罗马的这些蛮族 那么当然 政治是改变的 西罗马帝国当然最后灭亡 不过教会还是保持着 这大家都是类似的 祖后440年 罗马就主教就开始 自称为教宗了 教宗第一次出现 罗马主教利奥一世提出 教宗 普克这个字出现 普克其实是 巴巴的意思 他就提出理论 声称他是奉神委派 为众监督的大主教 是全教会的主宰 拥有普世性教宗的特权 所以教宗就变成 以后就是所谓的教皇 所以就有教皇的称呼了 所以后452年 罗马主教利奥一世 他说服了入侵的凶人 匈奴人首领阿提拉退兵 这个利奥一世 他也欠了 汪大尔人抢罗马的时候 他利奥一世 也跟他的首领盖撒里克协商 将罗马城的伤害减到最低 利奥一世跟这些住亲的人谈判 所以他毕竟跟这一个 哥德人的领袖 或者是在谈判 因此我们可以看到的就是 他是有贡献的 这些都是比较不需要 不重要 因为这些公鸡 他的教宗地位在主后455年 就得到西罗马皇帝的承认 所以就有教宗出现 那么这里是大概给你看 旺大尔人怎样从日尔曼第七 高卢西班牙下到这里 然后加太基 然后来到罗马 所以旺大尔人就洗戒罗马 所以公元476年 西罗马帝国在匈奴 日尔曼 哥特人的持续打击下 内忧外患忠于什么 灭亡 所以西罗马帝国什么时候灭亡 476年 不过东罗马还在 西罗马灭亡 所以西罗马帝国灭亡 那时候法兰克人基督化 所以主后496年 日尔曼蛮族中的法兰克人全部信主 就是法国 法兰克亡国后来成为 西欧蛮族诸国中最强大的国家 其后代就成为现代西欧的最早出行 最早的样式 所以这些都是给你看到 当时法兰克人 巴士克人 西哥特人 都是今天的什么地方 什么地方 刚才我们已经讲了 所以因此罗马帝国就 西罗马就这样 灭亡了 国家灭亡 教会有没有灭亡 教会没有 教会继续的发展 所以我今天大概给你 让你了解有这一段的历史 所以西方历史就在 就这样子的 所以西方历史上最伟大的帝国 横跨亚洲 非洲 欧洲 地中海 内湖 文化科学非常发达 是西方文明的传承 跟发扬者 但是这伟大的帝国最终 却被一群难民所吞噬 消化 所以你就知道 有这样一段历史 这段历史就要带我们进入中世纪 所以下个礼拜我们回来的时候 我们就会开始讲中世纪的教会历史 西罗马帝国灭亡了之后 教会怎么发展 教会历史怎么发展 那么我们有足够的资料 可以给你们小测验 听见小测验 有人就想不要来 我们就看下个礼拜 到底多少人会逃时 好吧 我们祷告